这是奥德彪拉香蕉最喜欢用的轮胎制造过程 别看作放简陋 但是它们生产出来的轮胎却是实打实的结实耐用 这一堆堆废弃材料便是它们制作轮胎的主要材料 虽然都是一些八手废旧橡胶和皮革边角料 其中的利润可不容小觑 而且经过它们简单的加工后 真正实现了变费为宝 首先橡胶会被工人分批投入机器中进行彻底粉碎 从而得到了这样的小颗粒物 当然此时的橡胶颗粒还不能达到制作轮胎的标准 工人会将它们装入桶中并转移到隔壁的制造车间 而这些正在旋转的机器便是制造轮胎的关键 因为粉碎的橡胶颗粒中包含了其他皮质材料 为了更好地将其完整融合 此时还需要进行二次粉碎和搅拌 温馨提示可以呼吸观看此视频 搅拌期间也会加入一定量的硫化胶水和其他化学添加剂 为后续轮胎的制造做足准备工作 随着舱门打开 热腾腾的橡胶颗粒也随之被装回桶内 此时的橡胶颗粒也已经变成了稍微粘稠的状态 搅拌好的橡胶颗粒来到加工机台 随着机器转动 橡胶颗粒也随之进入导管 这一加工步骤的目的是将橡胶颗粒加热并挤压柱形 从而得到这样一坨坨黑色且粘稠的物质 冒着浓烟这味道绝对上头 最后便是给轮胎模具铸胶塑形 足够的压力和密封式高温柱形的前提 这个过程就需要师傅在一旁时刻观察模具的变化 直到筑满橡胶方可取出模具 并且换上新的模具继续筑胶 尽管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橡胶味 师傅还是没有穿戴过多的防护装备 一双手套就是它们的日常标配 等待橡胶塑形完成后 打开模具便得到了轮胎的形状 裁剪掉多余的橡胶便可以打包出售 当然轮胎的大小可以根据不同的车型量身定制 而且这种实心胎除了上路比较颠簸之外 还是特别持久耐用的 这也难怪奥德彪这么喜欢用它拉橡胶了 你能够继续筑胶 到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